切啊 这种非常规的球 体现出了他这种老道经验 结果在关键的时候 发球的变化造成了张力科反手拧的失误 这样形式扭转过来了 马龙和王浩反而领先一分 现在是张力科发球 王浩接发球 双方各自在接发球中丢了一个球 原因都是想接球质量比较高 而要求高造成失误 可以看到马林在接球的时候 手上有细活 他手上有的时候 一个是借助对方的旋转 你顺旋转的时候 他怎么借着你的转 你逆旋转 他怎么借你的转 经常是往侧用力进行摩擦 而且动作忽快忽慢 这样一来就让对方感觉很难受 擦网 张力科也告诉马林发生了球 他准备抢攻 好的 这个球是在张力科的预算之内算住了 这样马林和张力科就以2比1暂时领先 中央电视台 观众朋友 现在我们正在为大家介绍的是 灰人鸟直播周末的比赛 大家看到的是国际平年职业熊辉赛的中国平凡球公开赛苏州战的比赛 现在正在进行男双的决赛 在此前 女子双打的决赛已经结束了 结果是二郭 郭月和郭燕 战胜了李小侠和丁宁 获得了冠军 现在正在进行的是男子双打的决赛 而之后将是女子单打的决赛和男子单打的决赛 女子单打的决赛是在郭燕和丁宁之间展开 男子单打的决赛是在张继科和马龙之间展开 欢迎您继续收看苏州战的决赛 马林发球 王好奇发球 揭发球是难度最高的 首先就是难度就在于判断 这说明王浩在判断的时候不是看得很准 所以这样造成了连续两个揭发球事务 这个在双打比赛里边是不多见的 漂亮 张继科是跳在了空中 而巨高零下挡了一板 张继科是跳在去的 由于现在双方的进攻能力都是在加强 所以逼迫着揭发球必须凶狠 这样造成了揭发球的失误 双方的双方的双方的双方 马林刚才这个球也是一个非常规的球 他是准备反手弹击一球 王晖的嘴里也嘟了 这也是一种心理暗示 好的 马林刚才没用出来反手弹击 反而被马龙龙用出来了 这种防守可以说都是手中一攻 看起来是防 但是他实际上是防中一攻 现在王浩发球 张立科就发球 马龙直线 这四个选手中 可以说都是中国队里边 力量比较大的 漂亮 王浩的直板横拉 用的非常出色 有的时候他这个拉球 可以在不同点击球 像刚才这个球是在下降点 然后从底下low上来 有的时候是直接在这个上升 或者高点拉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不同点击球 出来的感觉是不一样的 接起来很困难 调打 这个球非常遗憾 但是刚才马林的这个调打质量很高 张立科跟进的时候 没有抓住 今天苏州的现场观众 可以说是大饱眼福 能够在现场观看比赛 现场可以说有那种现场的氛围 但实际上 电视机前的观众朋友们也有好处 一个是可以听一些解说 另外一个就特写镜头 我们的电视转播团队的镜头 有切的比较近 你像这种动作 像手上动作 在看台上很难看清楚的 调打失误 这两局的揭发球失误率都明显增多 主要原因就是抢攻的压力大 所以揭发球逼着你必须的质量高 然后再次揭发球逼着你必须的质量高 然后再次揭发球逼着你必须的质量高 今天可以说是 棋锋对手降于良才 两队的实力十分接近 这个时候就看 在比赛中 谁能够更沉着 关键球的处理更好 王浩发球 张迪克接发球 马林这个球摩擦的比较转 这样 马龙和王浩又领先一分 王浩发球 张迪克接发球 擦边了 又是运气球 运气必须是建立在实力的基础上 之所以擦边是因为你打的 正好打的台子 可上可下的地方 如果离得远就擦不了 所以擦边多 表示这个球呢 比较精细 这是一个机会 没有打到 大家看 马林戳球都是突然加力 这个球撞到网子上 所以也是一个不规则的球 张迪克和马林很有经验 两个人用语言交流 这样呢 就交流的彻底 更彻底 来短 高了 有的时候在往前处理短球的时候 比较机会碰 就不用力 拖过去或者碰 这时候容易出高球 来短 高调弧拳拉起来 连续拉 对拉 再来 在相识起来以后 感觉王浩和马龙的 中远台的厚实度 好像更厚实 有这感觉 现在场上比分是12比11 张迪克接发球 王浩发球 这样张迪克呢 就拉球没有过往 双方经过了激战之后 各胜两局 打成2比2 稍后来看 第五局的比赛 今天这个双打比赛 虽然都是中国队的运动员 但是让我们看到了更精彩 更多变的一些技术 尤其是中国运动员之间又比较熟 所以他的回合比较多 另外球相对就更加精 打得比较精湛 大家注意在接发球的时候 都是用侧身反手拧 这个本身这项技术 难度就比较高 注意 好的 刚才马林的反手 是居高零下的一个弹击 摆短 这个球角度很大 张织科自荷兰的世界乒乓球锦标赛 拿到了冠军之后 他的这个自信心就更强了 而且从整体的实力 表现的也是越来越好 这球好 这就是马林的高招 常常能够 他击球的方法 常常出乎人们的意料 你认为应该他攻 可能他会削一板 而且削的还非常好 又来了 已经两次得手 就是反手突然的 至上而下的敲击 这个就像锤子一样 拿锤子砸一样 他放松以后 突然一紧张 向前一去 这个球过去以后 时间又快又沉 中央平凡球队呢 在七七年来 特别注意了体能的训练 因为有些球看起来打不好 不是手伤的事 是脚底下的事 而脚底下的步伐 又不单纯是腿的问题 它是全身机能的一种状态 所以中国平凡队呢 专门也请了这个体能老师 就是把田律队的这些训练 基本能力的这些方法 都借鉴过来 另外一个呢 就是中国平凡队呢 在近些年来 也采取了在心理方面 进行突破 因为平凡球呢 这个项目啊 它受心理的影响比较大 一个是斗智斗勇 一个呢 就是尤其是白短啊 发球啊 它球很轻 这个 所以手稍微一哆嗦